由兰州向北180公里 白银市景泰县四滩乡 这里矗立着一座明代的军事堡垒 永泰城 现在大概有下午6点多 我们终于来到了永泰古城 这会儿 风太大了 我先进到古城里面去看一下 但是这个泰我看离山顶 最多就十来分钟就没了 咱没带相机 手机吧 我本来想拍那个羊 你别把人羊吓得 什么情况 嘚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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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人家给路了 不是 他去 他他去拦那个啥了 投羊 投羊去了 哎呀我挖了 追追追追 追了 咱俩就安安静静的坐车里 不要影响小羊们过路的心情 看看右动机就弄出 我现在头发一根一根一根 被吹的 我小时候不知道转掉了多少根 哎呀 这块大叔给我们做了面 还有那儿有热品 有个小月牙 哎月亮不敢太亮 不然的话就没性子了 啊 感觉我完全就没睡醒 就没睡觉 有点 小羊话 我也是喝豆腐 这个鸡蛋太均勻了 我买走 三二一走 三二一走 终于我们可以看一看白天的永泰古城长什么样子了 自明朝立国 何西走廊一线便一直处于于北渊达达部落的战争前线 嘉靖三十八年蒙古达达部首领暗达率兵 先后席聚了青海和甘肃的大小松山 之后的数十年里 明朝不断争夺 可惜都已失败告终 至万历二十六年 驻扎松山一带的达达头目阿赤兔等 纠结核套青海达达 企图连成一片切割明朝的河西走廊 畏惧之下 明朝兵部尚书三边总督李温 发起了松山会战 历经七个多月数十次战役 明朝最终将达达势力赶出松山 收复大片尸土 战后 李温主张以剑宝囤兵的方式 巩固河西防线 于是 从万历三十五年开始 包括永泰在内的数座堡垒 动工修建 永泰城建城后 兰州参将肃王将官一驻永泰 城内有驻军两千余名 战马八百余辟 永泰古城还有个名字 叫永泰归城 这是因为从高处俯瞰 整座城如同一只巨龟一样 形式的同时还兼顾着军事防御的作用 但随着时间的退役 永泰城的军事地位降低 同时周遭的生态环境也不断变化 这里逐渐不再适宜人们定居 城内原本上千人的自然村 直至今日仅有二十余户留在这里 城中心有座民国时代就开办的小学 如今也因为没有声援而停办 改成了永泰古城的历史展馆 现在这个地方上面写的牌子是永泰小学 字已经不是很明显了 什么永泰小学 我也是一座老学校 民国 民国九年 1920年 如今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春风宴桃礼 热雪陪栋梁 在这座古城里 没有过度的商业化开发 苍凉与淳朴共存 是我喜欢的古城该有的样子 三二一走 二一走 四个月 滅的逆 逆 滅的逆 冰 三叶 个 真 Effect 逆